西方史学史 黑格尔说 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 所以都有它一定的特殊原则 在历史当中 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 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便是这种特性的限度内 具体的表现出来 表示它意识和意志的每一个方面 每一个现实 民族的宗教 民族的政体 民族的伦理 民族的立法 民族的风俗 甚至民族的科学 艺术和机械的技术 都具有民族精神的记忆 这种特殊的体制 要从那个 共同的特质 及每一个民族的特殊的原则来理解 就像反过来 要从历史记载的事实细节 来找出那种特殊 共同的东西一样 每个历史个体都不一样 对历史学家试图 从历史中获取经验 对历史的 我们现在在建设的 我们现在在建设的